民众体验中国制造电动车简直恶美价有连 让外国人也赞叹 不过便宜可不一定有好货 美国政府近日传出对中国电动车互联网展开调查 认为中国透过圆端技术窃取使用者各资 已经造成国安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29号表示 现代汽车多半都能联网 一旦手机与导航系统连接汽车 就可能与制造商的伺服器相连 严重威胁美国使用者下令调查 日前刚结束访台行程的美国众议员盖拉格 痛批不只有资安疑虑 中国电动车廉价销售的策略 严重打压美国车商 共和党参议员霍利28号提案 要对中国制造汽车提高四倍的进口关税 就算是墨西哥组装的也要以视同仁 全面防堵中国汽车席捐美国 近新闻林美捷王星美报道